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BNQ对阵这边的名字 我一下给忘了BGB 这两支队伍上来是选择了圣星院 估计是BGB选的图 因为圣星院约瑟夫绝活 好打一点 对面的话也是很针对 掏出了冒险家和医生这两手来 打一个约瑟夫 不过这画面怎么有点卡顿 画面是有点卡 我们看一下待会应该会调整 好这边应该是OB视角换了一下 上来的刷点还不错 是这个点的话是有一定的几率 能够刮三刀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里找到第一个人 他小地图对吧 又不动赶紧下了 这边牵过去以后 应该是会这里有一个点刷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点刷 他这个点能不能找得到 这个点好像没找到 这边的意外冒险家 看见了 看见的话刮一刀吗 还是说换打刮两刀吧 这个可以刮两刀 然后这里把前锋挂上 还是选择挂冒险家 我觉得挂冒险家节奏会更好一点 第二个人他往这边过来的话 应该是没机会了 没机会的话 把这边的前锋挂上来找前锋 这个OB视角看的我有点难受 找到了医生不错 不过医生有先知的鸟的一个配合 应该是没那么容易倒地 除非闪现一刀打阵射 闪现这边是好了的 板子一破先知这里 鸟的话待会看情况给吧 毕竟是一个四黑 然后往这边的一个废墟带 一刀打住 好 那你现在扎针也没用 只能是看鸟 人往医院走 看这只鸟怎么给了 这只鸟如果给的好 其实这个时候医生完全没有必要 再去考虑扎针了 你得扎多少 你得扎三针 现在一针是回四分之一的血 你得扎三针才够 三针才能够挡掉下一刀 这边完全不要尝试去扎针了 就是硬6 能6多久 6多久 在医院这个点6 但这边的话应该是闪现一刀 板子破 那就是求吻 他这边可能是看到先知了 这个落地没下去 好 终于是把这个挡住我们 这个看得很难受的 这个小地图给去了 好 来看一下 这边闪现一刀 能不能快速击倒 快速击倒以后 先知的鸟也没有了 前锋这里半血闪 闪过来 这波闪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直接闪过墙 然后一刀震慑带走 挂上天赋上面是底牌挽留 狂暴 然后抗性点上了 拍一张照 把医生挂上 这个节奏对于求人者来说不太好 不太好 这个节奏对于约瑟夫来说的话 基本上这个平局是可以保下来的 因为医生他这个点 他更打约瑟夫 他的一个用处是更多的在于 他去给作为一个医疗者 是给队友做支撑的 而不是说作为一个牵制 我也去牵制的 医生他现在确实能够做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边要切牌躲 但这边是没有能躲成功 还是被撞到了 还是被撞到了 刚才我觉得近个镜像躲这个球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这边是被前锋一波无伤救人 而这里的医生是有机会转进小房 小房这边还有板子 前锋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想法能够再来干扰一波 有想法 有想法 前锋这边还在旁边 守护着自己本方的一个牵制位 闪现这边80多秒 切一手牌过板 反左一波 通过一个位置 医生这边扎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千万不要想着扎自己了 就是尽可能的6 除非就是约瑟夫不追你了 要不然你是一针一针扎 你得扎还得扎三针 这三针这个有点难扎的 扎三针 对吧 万一对吧 想要贪一点点扎一点点针 然后错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反而更伤 前锋这边进行来保 这边板子的一个博弈 想打一刀前锋 没有成功 这里开始尝试扎针了 开始尝试扎针了 我觉得这个尝试扎针不是一个好苗头 尝试扎针不是一个好苗头 因为医生是肯定走不了的 你不可能说扎三针 把自己给扎满了以后 然后来扛约瑟夫一刀 约瑟夫这也是一个国内最顶级 国服最顶级的一个约瑟夫了 在走位上面是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时间的 千万不要想着去扎针 就是死6 往死里6 然后配合前锋 拍一张照 好 这边板子一踹 这里是想刮一刀前锋 由于这个比分板是挡住了电机 我们现在好像看不到还剩几台电机 我这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他这边的话应该是右上方有一个 现在才开掉一台电机 是这个看的吧 镜像里面 假切一手 再牵 把人抬出来 这边通过镜像把人给抬出来 还是蛮神奇的一步 还剩一台是吧 还剩一台 懂了 然后还能看得到这台电机的一个进度 因为它有一个冷却的一个标志 开掉了四台 好吧 我这个 电机量 闪现有上挂飞的医生 进入到镜像 如果交闪现的话 那边先制已经在开门了 这局是一个三跑局 还是那一波让前锋给撞到了 让前锋无伤就比较难受 医生现在这个血线的话 开始扎自己 这边约瑟夫是已经切了传送 想要来扣门 那这局可能搞不好要被打成一个四跑局 传送过去 这边门已经开了 两个短腿的已经是进入了门 然后剩下一个长腿的前锋 对吧 还能拉球 这个局真的有可能打成一个四跑的 你这边没有任何的一个追进能力 你一个约瑟夫 我这边有一个半球前锋 我在这边卡着你 医生那边开门 然后跟你说一下地窖在这里 待会自己看情况 前锋一波拉球走了 切牌想要挡住没成功 那医生 这里医生手上有根针 他可以慢慢的扎 他可以在医院里面等挽留结束以后跳地窖 可以一点点扎 一点点扎 不要把自己扎满 扎满 这要抱乌鸦的 他这边可以留一留 反正三跑已经确定了 一个这里 等 对 好 一个 翻窗 加速 那边有没有板子 板子有没有下 走了 四跑 其实前期约瑟夫的一个节奏不算特别差 不算特别差 但是还是感觉在那波防守的过程当中被打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这局有一个冒险家 其实电击跳得会非常的快 因为他的电击是不受你这个镜像的一个干扰的 当然也是今天这个模式第一次介绍 所以说解说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磕板 后面应该会好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